交通部建议电照摩托送餐员必须持有货车的驾照 结果召来了反弹声浪 电照外送服务协会和陆路运输业者联合会都认为 考取货车驾照的规定并不是从业员理想的解决方案 甚至可能对摩托送餐员造成负担得不偿失 所以我们来就不要丟用胸盐 我们就只能拼用胸盐 iksi,我们的停股 所以 related stress 因此,行善轧来会受药 因为有行们的开始同胸盐 而且如果有人有充足用公司的重ksi 因为如果有乘客就不需要无签子 駅的车炼也不需要不需要 我相信也不太割动了如果我们做装運的绘马 电照外送服务协会发文告指出 商用摩托车必须通过电脑验车中心的检验程序 除了过程繁琐 车险成本也会更高 而且在转售过程当中还会贬值 协会也强调 政府应该关注从业员的工资问题和遭受歧视的困境 无论如何 有关协会将争取和交通部协商 反对落实货车驾照的建议 感谢观看